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有個客人試車了 今天試車的步驟 有幾快,看看 今天這部是1994年出生 在馬來西亞落地生 接著我已經超過二十多年了 它有甚麼特別呢 為甚麼我要拍攝它呢 這部安達2G 就落了這個Care Series 原本他們叫做2G 或者是本地馬來西亞的EH 分別在哪裏呢 據車主告訴我 如果是EH的 這些全部都是Singer Cam 只有EG 因為土虎日本版 才會有這個B Series 車主在買這部車回來的時候 就因為貪污它 換了Care Series的GIN 但很可惜拿回來的時候 原底是2.4cc Block 由於前一手車主 應該是弄壞了Block 我們這位朋友 阿Ken 然後呢 就買這部車回來之後 就覺得不對勁了 有很多問題 由這個Wiring都要做過 然後整座Engine和啞箱 都被爆散出來 即是聖家 可以說是Engine 啞箱是重新裝陷了 拆出來檢查了 沒有問題 然後應該是Honda Honda的電板是利落的 因為車主又不想露面 所以它是坐在我旁邊的 他說這個Honda的電板 應該是買新的 也是舊的 剛好收到信用 這部車它厲害 有多厲害呢 其實馬力吞了之後 可以拉到8500轉 大概有235 左右 扭力方面 它很有趣 所以它的力量 是在3000的時候會離一下 然後幾多千就再去 5500就一路拉到8500轉 那一路就穿著Deck 因為有I-V-Deck的關係 所以就有22個扭力 應該不要記錯的話 所以是很厲害 但是我之前駕駛的V-Deck 它是會有些Legging 是低轉的感覺 但這部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你是由一路順著去駕駛 它是每一個波段 每一個轉數 都應該有的力量去交給你 即是很聽話 由於這個駕駛 也是同一個engine 都是DC5的 它的駕與駕之間 其實很近了 這些Honda系列的車種 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駕與駕之間 是非常之近的 你不用刻意再去換 一些quickswift 那些東西 噢 沒有東西 然後呢 一起苛城 一起苛城 一起苛城的聲音 是非常之有魅力的 那些 不懂得說 嘩 自己聽吧 嘩 真棒 再加上 為何這車這麼咬 最好呢 沖著它呢 因為它是用了這套15吋的 4條 3條8 多了 3條8 3條8 3條8是對 WIM 是甚麼SportWIM SORN 1 SORN 1 是哪裏的牌子 都是台灣 台灣 台灣的WIM 這裏15吋有8J 所以可以安裝大一點的胎 25 哦 即是說前面是闊後面的 前面一用 哦 都是8J 因為現在流行的玩法 如果車子很有扭力的話 就將它闊出來 通常前面的遮掃比較大 比後面的 現在這輛車 它前面兩個Fender 都是換了 是甚麼牌子的東西 都是Custom Make Custom Make 是模仿那些甚麼車沒有 是自己喜歡的 是安裝了Rim 之後 然後以軸的Rim 來遮掃出去 來製造Fender 對 哦 所以為何要遮掃出去呢 因為Condar 車前面的遮掃 如果四顆遮掃是一用 是不是 前面都是出不出的 哦 Condar 遮掃就是這樣 現在這輛車前面都是出後面 對 哦 但是非常之好 我在試過0-100的加速 這輛車都是左右 吃左吃油這樣 然後再衝著它 所以是 沒可能說不爭地 肯定厲害 其實這輛車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已經 整輛車的裝備 是很齊全 可以隨時 可以下個 落石崩 轉一轉 為甚麼 你可以看到 車主很喜歡這些 有賽車風味 如果這輛車 你們有去車展的話 經常都會看到它的出現 它加了這個 白哥的Racing Net 這些是防止 有甚麼車禍 不會整個人飛出外面 然後覺得很有型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問它 覺得很型 很特別 那車裡面 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 我很喜歡的 黑色Nadi Stalling View 基本上EG 由於是入口版 所以裡面主力是 深色 深灰色 如果是本地的 是淺灰色 所以這就是它不同的地方 還有一樣東西 要提及的 就是它裡面 加裝了有 應該有六個點的 格子哥 除開安全之餘 就是 更型 街車有 不踩高轉 現在貼在2000轉之下 就靜靜一點 還可以說到 我相信你們聽到我說話 如果高轉一爆滴的時候 基本上是聽不到 說不到話 而且這輛車是 不要跟我說 甚麼設備豪華 暗能都不需要 是很機械感覺 是要感覺一下 基本上是很直接 任何東西 車主說 他自己換了 這個白面的儀錶板 又靚仔一點 一度不好的地方 就是儀錶板 平面日本的儀錶板 是180 因為它不會令你 非超過180 很危險的 但又不要緊 它是安裝了 這個我們叫做 RSM Multi-Riff 我們的Speed Limit 全部都在這裡 OK 這些全部都是 90 年代 改裝寶品的東西 是很好感覺 性家車 在玩瓦 做Hill & Toad 方面 就是很純 不會很卡 腳位是非常之寬 Honda 車全部 好像 刻意表 給車手用 所以 是很簡單 但又讓你 有好好的駕駛 樂趣 但車主對我說 這輛車 其實沒有甚麼 我感覺到 其實很直接 當然如果你要跟那些 90 年代的車 20多年的科技 你要跟那些 C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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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車是沒有 因為那些車是 新一代的科技 要構造出來 追求 處理 現在它 轉換了這輛 我們享受 它的加速感 還有 二十多年 我們那時候 叫做 子彈型的Civic 但 一件事 是好 因為全世界 現在回去玩 所謂的 90 年代的車種 再放一副 現代的心臟 到現在 我都不覺得是過市 我還覺得 這輛車是 很有樂趣 為什麼樂趣呢 因為再說多一次 就是有這個 很直接的 處理 除此之外 我們看看外型方面 其實車主又沒有做什麼 在後面加裝了一個 Jazz Racing 模仿版 比較低 看來 就比較兇 不要之前原裝這麼高 它有自己的風格 味道去玩 整個翼 都可以看到 是Carbon Fiber 車身 降得很低 因為要重心低 它跟我說 車是跑過超過180 在安全的情況下 顯得很穩定 因為車身低 重心低 在使用一套什麼 避震 Racing Gear Racing Gear 對 是一個日本著名的 Racing Gear 的一套 腳丫避震 應該是軟硬高低 現在正在調整多硬 其實 盡了嗎 盡了 盡了 但我都不覺得 車是很硬的 因為 依然我驗它 車主跟我說 我們都同意 一致 驗它不夠硬 所以還說 我們在下一些彎 車顯得是比較 有些左右搖擺 有 大車主 扔超過 多了四十幾千 才有現在的感覺 整架車都四十幾千 整架車是以銀色為主 前面我看到兩盞大燈都換過 是甚麼大燈 有沒有名堂 或者是甚麼特別 是台灣的一些 台灣TYC 台灣的TYC 備燈是原裝 備燈 USDM OK 甚麼USDM USDM USDM 是甚麼意思 USDM USDM 即是說 尾燈不是JDM 是美國版的 其實有甚麼不同 它的性能是白色 我的性能是白色 OK 還有一件事很過癮 就是我經常都入錯牙 由於牙齒實在太近了 經常都入錯牙 接下來就是 煙筆是甚麼牌子 我的 我的 我的水性 阿陰 我的水性 阿陰 好 前面由頭到尾的招喉 是否活過了 是 是甚麼招喉 前面是BLM 前面是BLM的招喉 對 中間是 custom make 直出 三吋直出 三吋到尾 是 即是 即是 下降下來之後 就用三吋到尾 對 這些車由於 它 打得出馬力 高轉數 所以 用三吋的喉 是不過分的 是適中的 是對的 是夠的 哈哈 怎樣怎樣 各位 我的影片行不行 如果行的話 麻煩你給個like 如果OK的話 和我分享出去 最重要 就是幫我subscribe 因為這些是對小弟一些小小的支持 我很希望是更多人去subscribe我的channel 所以 記得按subscribe 訂閱 所以 我們會做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 多謝支持 我相信呢 它的潛力應該是更加高的 但它好玩的地方呢 就是Honda的車製造出來 就是給你很直接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是 沒有甚麼 這一代的車 即是EG 就不會有甚麼特別的設備 全部東西都很簡單 手一碰就到位了 Honda Civic 一向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街頭霸王 很 belong to Swick 是一個街車 很過癮的 很多可以玩的街車 即是快 可以說是飛濟車